花莲兽丰香风山社区是花莲最早设立绿造站的模范社区 那么以初老照顾初老的理念 照顾村庄是多位的长者 一星期公餐五天 还有各式绿色疗愈的课程 长者几乎是天天来报道 不仅是家人放心 长者也都很开心 努力打造一个适宜的全年龄生活永续社区 社区环境优美整洁 是花莲最早推动有机农业的社区 曾经荣获第七届国家环境教育奖 为了实践老有所老壮有所用的愿景 今年三月在水宝局花莲分局的支持之下 成为了花莲第一个设置绿色照顾的社区 这些长者来这边参加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愉快 让他们都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健康 那也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那另外我们在花莲地区 我们也去培育这些比较年轻的绿色照顾员 那经过我们农委会这次的认证花莲 有三位通过这个绿色照顾员 那丰山社区也有一位通过 那希望我们将来这些绿色照顾呢 可以就由在地的人来做这些陪伴 这些课程 那以后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外地的讲师过来 丰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敬才 总干事陈威良说 每周一到周五天天都有课程 中午都有工餐 长辈可以端出手艺 制作古早味的料理 每天几乎有三到四十位的长辈来报到 家人都能够很放心 举办绿色照顾以来 又增加了这个风味餐 可以让我们地方这些长辈 有一个向心力 又可以展现他们自己的手艺 所以能够让每一个长辈 都这样欢欢欣欣欣的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前任分局长陈竹言说 绿色照顾站是响应农委会初老 照顾老老的计划 有一些阿嬷已经开始失智 虽然前几次来都会迷路 但是在五六次之后就不会迷路了 丰山绿色照顾从三月份 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成立 一直走来到今天 11月9号 大家算算看有几个月了 能够仔细的下来 本来参加的人也没有很高 照今天大家这么有越的来参加 八个多月以来 绿色照顾站成为了长者的生活重心 一位中风行动不便的阿公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拿着住行器 出席11月9号的成果发表会 还有许多阿公阿嬷 兴致高昂的端出自己的私房料理 长辈热切的表情非常动人 当老师带动大家做健康操 各个扭腰摆臀 展现出活力丝毫不俗年轻人 记者凌杰受风箱采访报道 这一个目的发声 感谢观看